随着剧情的推进,这些卧底也先后露出了水面,观众们都很惊讶,原来这些卧底的演技这么好。 李云鹏在哥哥李云菲死后,将报酬当成自己的重要使命,他不顾一切卖掉了自己的专利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,想尽办法混入了犯罪团伙之中,并且得到了硬塔的信任。 李云鹏是高级化学工程师,凭借超高的手艺将阿杰给比了下去,占据了阿杰的位置,成为硬塔的得力助手。 在这个过程中,大家都看到了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,其实他就是卧底,当阿杰怀疑李云鹏身份的时候,这个口罩男并没有将这些告诉硬塔,而是隐瞒了下来,也算救了李云鹏了。 戴着口罩的他演技还是不错的,光是眼神就都是戏,后来他终于把口罩摘了下来,让观众看到了他的真面目。 第二个卧底是多猜,硬塔这个人很谨慎,只要被发现有人用手机和外界联系,就会立刻处死。 多猜就此事提醒了李云鹏,一定不要用手机和外界联系,并且告知了危险性。 看得出来多猜也是处处替李云鹏着想,害怕李云鹏受到伤害。 多猜的演技也是备受好评,救了李云鹏好几次。 第三个卧底是楚天南的贴身助理王玉江,这个人也是关键人物,其实在暗中他已经帮助了李云鹏几次,只是李云鹏不知道吧的。 王玉江的演技也很不错,将这个卧底演绎得十分精彩。